第四十三題 an是等比數列的第n項 a7是32,即第七項是32 我們知道等比數列 第七項是a乘r的6次方 32 a9是a乘r的8次方等於8 所以這兩個算式可以給我們這兩項 我們用這兩項去計數 將二式除一式 所以ar8次方 over ar6次方 右手邊是8 over 32 約選了ar的8次除r 六次得r的2次 1 over 4 r有兩個可能性 正乎二分之一 好,我們由第一式可以計算a 代上去 其實理論上我們要分兩個情況 因為r可以是正二分之一 或者是負二分之一 但是無論正負二分之一 這個6次方之後 都會變成一個正1 over 64 所以我們就無需再分兩個case去計算 所以a答案是2048 所以a是2048 第一項就是a 2048是正數 所以第一這個case是正確的 第二個case是他想問一下 a1-a2是多少 即是我們要計算a2 a2是什麼? a2是2048乘r a乘r 但是r有兩個可能性 可能是正可能是負1024 所以將它兩個對減 第一個可能性是正1024 所以2048-1024 是正1024 或者第二個可能性是 a1是2048 減 a2 a2是負1024 所以結果3072 所以兩個case 無論正負二分之一也好 兩個case都可以計算出一個正數 a1-a2都是正數 所以1和2都是正確的 正下來我們探究最後3是正確的 它要我們計算的是 a2加a3加a4加到a18 留意它是a2開始 不是a1開始 因為r剛才說過 有兩種可能性 所以我們檢查一下 a是一個可能性 第一個數字是2048 但是r可以是正二分之一 可以是負二分之一 我們分兩個情況去考慮 如果r是正二分之一 a2 a3和a18 全部都是由這個 乘正2分之1乘正2分之1 全部都是正數 既然全部都是正數 乘以來都是正數 所以問題在於 r是-1 2分之1的時候 那個Case會是怎樣 如果r是-1 2分之1 這些東西加起來 我們用回我們的公式 a乘1-r的n-1 2分之1 這個就是我們的a A2是第一位 這個第一個項就是A2 -1024 當R是-2分之1的時候 A2是-1024 1-R R是-1-2 的N次方 這裡是由第二項到第100項 本身好像有100個項 但我們沒有了A1 所以這裡有99項 跟N代表99 超過1-R R是這個 所以你整理一下 -1024 超過3 乘以括號 1- 這個負數的99次方也是負數 所以1-一個負數就是一個正數 這個方乎是一個正數 乘前的負數 所以 在這個情況 這堆東西加起來 會是一個負數 所以第3 這個情況 不是一定正確的 只有1-2 是一定正確的 既然只有1-2 是一定正確的 我們就選 A是答案